小珍 小珍先前曾透露自己的帶狀炮枕復發 讓她感到很無奈 並透露就要壓力大或是身體的免疫力下降 腰間就會出現炮枕 因此必須要特別注意 然而日前她透過IG限時動態發文 表達了暴氣的心情 引發粉絲們擔憂 小珍以黑底白字發文寫到 工作回家後發現 先前準備好要用來聖誕節交換禮物的盒子 全部都被丟掉了 但她根本沒有時間再做準備 而且還得重新花一筆錢 她表示發生這種事 自己還不能好好的發個脾氣 總有一天會氣到暴斃死在家裡 真的很想到山上尖叫 並直呼到底為什麼要養一些人在身邊 製造麻煩給自己 小珍為了這件事 出外景到現在也沒能洗澡 尾牙的服裝也還沒事 隔天比賽的東西也沒能準備 崩潰直呼並根本不可能會好 不可能會好 花一星兒 在搭訪 還不會再做 可以 來